因为他需要有一本认证书 认证书的话有一个TQ 这本书 他的书名叫做非常长一串 TQC加 行动装置应用程式设计 认证指南Enjoy2 这么长一串 而且他的Enjoy还有两本 认证书还有两本 你不要买错了 还有两本 这个是第一阶的 还有第二阶的认证 第一阶第二阶 这本书作者是中华民博 电脑技能基金会 价格390 主要我们上课后面上课 实际范例的话会用这一本 证照的话是这一本 看各位要怎么买 反正我上课我就是先会把上面这本先讲 讲得差不多重要的部分讲得差不多之后 我们之后呢会再讲证照的题目 那证照题目讲得差不多之后 那这部分也看各位 如果说你们要考试的话 我可以帮你们协 协助你们去跟那个承办单位 去看有没有方法 我有跟他们问过 如果人数够多的话 他们甚至愿意派人来这边考试 但是人数不够多的话 可能你们就要过去某个地方 一个考场考试 那诸如此类 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这个是我们参考书的部分 那蛮多的 如果你来不及记的话 这个时候我看刚刚有同学很聪明 拍个照就好了 可以把它记下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刚刚有提过就是我们问卷的连结是这一个 除了这个之外 将来各位要找到我的相关的资料 可以找一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的话呢 是吴老师 反正以后呢 你搜寻吴老师 会出现在第一名 第一个位置上面 你可以试试看 应该是女士不算 而且会越来越多 相关的你打我的名字也可以 也都是会出现在第一个 另外呢 相关的关键字 比如说什么呢 Enjoy教学 Enjoy证照 Java证照 Java教学 反正你只要打相关的程式 相关的关键字 通通都会找到我的东西 因为我还是蛮 花蛮多时间在创作的 除了教学之外 没事还会写一点东西 写一点部落课 OK 那除了这些字外的话 我还教Excel VBA等等 那你们可以搜寻一下 Enjoy证照 或者Enjoy证照教学 Enjoy教学 这些关键字的话呢 几乎甚至都被靠 快被我洗版了 不信的话 各位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打什么 打那个Enjoy Enjoy证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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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然而然呢 都是吴老师提供的 好 而且呢 每一个点下去之后呢 好 点下去之后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在影片的右下角 会放一个什么 鬼月车 好 会放一个什么 吴清辉老师入职的浮水印 所以这个他也没办法倒啊 他倒的话 倒过去 他的这个浮水印 没办法把它弄掉 所以他如果连呢 我想说好吧 天一连嘛 反正你顺便也跟我打广告好了 那就这样的方式 也会变成一个正循环 那最后 还是都是我的关键字 OK 好 这里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个是相关的关键字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相关的档案下载 因为将来我会补充很多东西 那各位记一下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刚刚我们问卷的网址是这个 KSH93 那将来如果下载东西的话呢 是这个 V 第一个大写 其他都小写 W R R M 那我将来会把参考的程式 还有参考的资料 通通放在这里 通通放在这里 OK 好 稍微记一下 V W R M 这个网址 VWRM OK 好 那再来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我们的课程 好 接下来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我之前上课的画面 这是我 当然各校其实都非常积极 像蛋降之工系 他们光开两个班 一个班都六十几个人 而且还有很多是大陆的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 这个是德明的 德明科大的学生 也是一样非常踊跃 这是找我去当那个评审的画面 OK 那我先讲一下我们这门课有些重点 为什么要选Java或者选Enjoy 而不是选什么Dunnet 各位应该都知道Dunnet Dunnet是微软Microsoft东西 或者PHP 实际上根据一个趋势 这国外的知名网站 目前最受欢迎的程式语言 第一名是C语言 第二名是Java 而且第一名跟第二名之间相差非常小 基本上Java选Java准备错了 再来的话 其他的前面几名 就是C++ C Sharp C Sharp是Dunnet OK 那PHP 所以基本上以排名来看 Java算是排得很前面 趋势图看起来 其实也是Java跟C 在排在蛮前面的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104人力银行的一个查询结果 这个也给各位参考一下 如果你今天学会VBDunnet的话 你可以找到多少值缺呢? VBDunnet的关键证 482块 最友台 wohl 甚至也没有剧